我覺得現在民進黨 還去跟人家吵什麼對等尊嚴 我就覺得就丟人了 如果你要說馬英九 沒有受到高規格接待的話 請問一下蔡英文是什麼規格 蔡英文那個紅地毯 是華航自己準備 沒有人來接機 然後唯一見到的最高成績 叫AIT的主席 AIT是個民間組織 他不是美國的政府團委 你一個美國政府官員都沒見到 馬英九好歹也見到宋濤 他也是個退 他也是一個已經卸任的元首 你是現任 那你請問一下 你這到底什麼規格 然後現在 現在據說他們現在亂 消息滿天飛 雷根圖書館可能去不了 然後據說連麥卡錫 都可能會生變 那請問一下這到底怎麼回事 那你還要去嗎 因為你回程這樣還要去美國嗎 如果連麥卡錫都進不到回程 去美國幹什麼 我真的拜託 現在已經不是什麼對等尊嚴了 我覺得如果最後連麥卡錫 都見不到的話 這是美國擺明在羞辱台灣 我講實在話 就變成這樣子 因為你此行被人毫無任何目的 那拜託 蔡英文總統可不可以幫我們保持 幫台灣人保持最後的一點點尊嚴 如果你真的見不到麥卡錫 也沒有辦法去華府 什麼東西都碰不到 就不要去美國了好不好 回程就繞別的地方去 就不要去美國了 幫台灣人保留最後一點點尊嚴可以嗎 然後民進黨現在根本沒有資格 去講馬英九 馬英九這一次去大陸 絕對比任何民進黨的人都有尊嚴多了 他也講了台灣 他是台灣總統 他也講了中華民國 他連國父都講 連三民主義 五權憲法都講 你還要怎樣 都是你們這些民進黨的鬧腫 講不出來的 他都講 我們的總統 反而是我們自己的總統 現在在外國 一句中華民國沒講過 結果他到了瓜地馬拉 是瓜地馬拉講說 台灣才是唯一的中國 丟不丟人 你是總統嗎 丟人現眼到極點 那兩岸的緊張 其實就是美國的籌碼 美國這次擺明叫蔡英文去 其實就是把蔡英文當個猴子耍 而且順便告訴中國大陸 這隻猴子我養的 我高英叫他幹嘛就幹嘛 我叫他吃香蕉 叫他吃香蕉 叫他跳舞就跳舞 這個猴子不敢不聽 然後所以中國大陸要不要來共和談 你美在的問題要不要做一點讓步 就是這樣子 我們完全變成美國的一個工具 真的是尊嚴掃地 然後整個台海的戰爭 就是美國弄起來了 整個劍拔弩杖態勢就美國弄了 然後這一次蔡英文去 居然還有美國團體在那邊 反戰團體在抗議 說不要把戰爭帶給美國 抱歉 這一點你們真的錯怪蔡英文了 不是蔡英文帶來 是美國人弄來 是你們美國人自己搞的 而且我也跟你保證 放心美國子弟不會為台灣犧牲 因為你們根本不會派兵來 你們只是想把台灣弄死而已 而且你們在弄死台灣之間 現在要把台灣掏空 掏空台積電是最好的例子 現在三星台積電認為說 算了 第一個 你知道我們的官員 離譜到什麼地步 王美花說廠商如果有需要的話 他們可以去跟美國談 你還要等廠商有需要 這是你的主管 你不是說台積電是護國神山嗎 所以劉德英根本不寄望我們的政府 劉德英直接說 我們自己去找美國談 他不需要透過你經濟部 為什麼 因為找你們是 插幾天的話 找你死得更快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嗎 可是問題是 我覺得台積電也不要太天真 你們以為不接受 美國的補助就沒事了嗎 你以為是這樣嗎 抱歉 不是喔 美國現在是假借補助的名義 跟你要這些資料 可是就算你不要補助 你以為美國就不會跟你要資料 他一樣會要 你忘了2021年的時候 他就已經開始跟你要資料 那一次是 韓國政府極力阻擋 我們的政府是雙手奉上 那你以為這一次你擋得掉嗎 以我們這個政府 只要蔡英文政府還在那一天 只要民進黨還在執政 我跟你保證 台積電絕對保不住 要保住台積電 只有趕快下架民進黨 其實很多人都說 中國現在也沒什麼了不起 也不過經濟 GP成長率大概就是5%左右 6%左右 可是我跟大家講 你知道台灣今年打算多少 有人前兩天去問陳建仁 陳建仁說 我們絕對有機會保二 有機會而已 還不見得有 你就知道 中國的量體多大 所以中國如果還能夠保持到 5% 5% 6%的這種成長 是很嚇人的 所以為什麼全世界 現在還是不願意放棄這個市場 即使美國帶頭去圍堵他 你看不管日本也好 或是南韓也好 每一個都把中國罵了半死 對他進行一大堆封鎖 然後又要去找他 又要跟他做生意 不就是這樣子嗎 可是問題是 中國也有他先天的限制 就是剛剛卓老師提到的 因為他是一個 金融管制的國家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他只要他的金融管制不消除 他不可能成為 取代美元的貨幣 那是絕對不可能 除非他在金融上做出變革 可是問題是 現在為什麼這麼多國家 會想要說 我沒有人民幣結算好了 因為美元的風險實在是太高了 太可怕 而且美國到現在給人家感覺是 全世界包括他自己的盟友 歐洲這些盟友 跟他站在一起的人 都已經被他美元 深受其害的時候 美國還以零為禍 不斷的把美國的災難 丟到自己的盟友身上 來降低美國自己內部的問題 所以大家都受不了 所以才會這樣做 可是並不是大家 真的想要跟美元脫鉤 我覺得並不是這樣 所以這只是一個暫時的現象 可是美國如果他持續不改變 持續用這種方式來進行 他的金融貨幣政策的話 我覺得恐怕是他逼著大家 必須要去跟美元脫鉤 因為跟你美國站在一起 風險實在太大 其實華為當然之前 被美國制裁得非常非常厲害 所以他幾乎有一陣子 大家都認為他大概快掛了 結果他突然鹹魚翻身 又活回來了 所以孟晚舟才會講 向死而生 向死而生是一種哲學概念 就是我們每一天 因為我們人生下來就是 終於一天要走到死亡這一步 所以我每活的一天 其實就是向死在邁進 所以他就說我們抱持了這種想法 就是我們就是跟你拚到底就對了 所以怎麼能夠不承認 我就努力就是要做到成人為止 所以他就是意思就是 他用盡一切力量去做 華為現在 因為他開始轉投資 然後他開始發展 其他的一些脈絡產業的時候 還真的被他慢慢 好像發展起來 現在就是看 大陸自己的這些半導體 晶片產業 因為大陸現在投了好幾千億進去 他們也在發展這個東西 看是不是 如果大陸真的能夠突破 美國的封鎖 自己能夠把自己的半導體 產業建立起來的話 把先進製程自己能夠完成的話 說真的華為就不會死 華為恐怕會比之前發展得更厲害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 現在我們在用的是5G 中國大陸現在正在發展6G 所以他們希望能夠在6G這邊 再爬下來 再抓到這個里程碑 所以就看他們能不能做到這一點 可是我覺得美國很奇怪 你看美國一方面 又在提高他的軍事預算 大家忘記了一件事 美國最近正在炒什麼 還在炒美債 你的債務上限已經突破天際 結果你還把你的軍事預算再提高 這個國家顯然擺明不想還債 他只想要繼續欠更多的錢 那這種理財方式 你覺得大家會對他放心嗎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非常大 美國顯然就是準備惡搞到底 在我看來 至於這個民主峰會 抱歉我認為那根本不是民主峰會 那叫幫派春酒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是美國這個幫派老大 說來…我的人來 贊成我的就來喝我的春酒 壯身適用的 不然的話請問有什麼意義 因為民主的定義到底是 中美洲的國家有組成一個 叫中美洲國家共同市場 叫CACM Central America Common Market 這樣的一個經濟體的組織 這個組織我念給大家聽 有哥斯大利加 瓜地馬 洪都拉斯尼加拉瓜 塞爾瓦巴拉馬 總共六個國家 只有一個國家沒有跟大陸建交 而中美洲共同市場 要跟大陸建立所謂 自由貿易協定 你說瓜地馬 哪會不會轉向 就是剛才你提的 這個金德芳教授所講的 他不是一個所謂 經濟強權強走 而是一個共同體經濟發展 需要簽自由貿易協定 很自然會發生的 因為六個國家 就是你一個沒有跟他建交 我們大家跟他談問題 你要做在哪裡 互相不承認對方的政治實體 你怎麼會簽這個自由共同市場 所以對瓜地馬 會有這種壓力 一樣的道理 南方共同體以巴西為首 所有的國家都跟大陸建交 只有一個國家沒有 叫巴拉圭 你巴拉圭 現在面對問題也一樣 南方共同市場 魯拉這一次去大陸訪問 就想跟大陸談著自由貿易協定 只有你一個國家沒跟他建交 我們幾個國家怎麼簽約 因為互相不承認對方 你怎麼簽 所以這已經不是一個 經濟強不強權的問題 而是一個國際世界貿易結構 你到底要不要跟大陸建立 自由貿易協定的問題 所以它是遲早會發生的 不過可能最後還有一個 貝里斯可以留著 因為貝里斯屬於大英國協 他沒有參加各個共同市場 但是只有40萬人口 比我的選區人口還少 這一次蔡英文去 就是要去那邊做演講 他做的底下是幾個水平 比私業人還要低的人在討論問題 我也覺得這不曉得我們該開心 還是該難過 至於所謂的這些氣球 是不是我們也被美國 感染到了氣球症候群 只要有氣球來 我們就很緊張 然後這個美軍也要查查 氣球是什麼 主動飛來關切 美國人這個氣球症候群 我覺得衛免太嚴重了一點 如果有一天為了氣球 你偵察機來 大陸的戰鬥機來 然後發生碰撞或什麼問題 那不就是又一個氣球事件 所以為了氣球發生這種爭執 我是覺得美國 會不會太幼稚了一點 至於上海合作組織 所謂上河防長會議 他即將會舉行 所以李尚福去走一走 當然印度人會覺得說 就是有史以來 或者最近一段時間 大陸在防務裡面最高階的官員 當然再往上去就是 所謂的軍委副主席 再往上去就是主席的習近平 對於這樣的一個訪問 當然會涉及到面面方方的 某種程度也可以看得出說 印度並不想要離開上海 這個合作組織 可是他又想要參加什麼印太 這個架構 那個架構 這表示印度想幹嘛 想兩邊都沾點醬油 兩邊都討點好處 反正就是說印度覺得 我的角色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我這兩邊倒裡面 兩邊給我好處 但是同樣的 印度也不會兩邊去惹惱大家 所以對大陸來講 也不妨是一個好事 至於美國很想要跟大陸 保持密切的聯絡 但我不懂 為什麼刻意要撐一個 中美冷戰熱線 是不是你確定要建立冷戰關係 所以才稱作冷戰熱線 我是很納悶 一再強調說現在不會有冷戰 你又要搞冷戰熱線 那也沒有錯 王毅講就是說你們打台灣牌 就算了 還打台獨牌 你打了台獨牌了以後 中美之間的政治基礎 要怎麼解決 你已經公開破壞一個中國原則 那到底大陸只代表 政府的主權範圍 只代表大陸不包括台灣 兩方面就可能扯得有完沒完 所以這個 Kampel當然講說他隨時準備 跟習近平來溝通 可是如果每一次溝通完 以後回去都要做不同的事情 這個有會不如無會吧 這個不算什麼緊張 上次那個氣球事件是 美國實在要創造一個議題 跟人家來討論 那這次氣球來 你那個美國是RC-135 這種飛機上面沒有武裝的 所以他這個偵察機 如果碰到老共的戰鬥機 他是一定要閃的 立刻離開 這個沒有什麼奇怪 他不可能跟他發生戰鬥 第二個我比較關心的就是說 俄烏戰爭裡面看得出來 烏克蘭打仗受到心鏈的影響很大 沒錯 特斯拉多少顆的心鏈 可以把俄軍的行動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才會有很多烏克蘭的飛彈 直接打到了俄軍的指揮所 也打死了一些將領跟上校級的這個官員 這個俄羅斯吃虧很大 那中國大陸看到這個 他難道不會想到自己將來 戰爭裡面的需求嗎 所以對於這種低空中空的衛星 他一定要想辦法把衛星給你消滅掉 讓你不能成為24小時監控戰場的一個眼睛 所以發展出來這種所謂衛星殺手 就是用高脈衝燒掉你的晶片 那麼這個武器也可以對 將來大舉登場的無人機產生很大的作用 因為無人機也是靠晶片 靠輸入的東西在做導航 在做作戰 所以發展這個是必然的 而且中國大陸自己也放很多 類似星鏈的衛星 也是要對敵人產生一個作用 第三個我要講到南美洲 其實兩甲時代對南美洲的外交比較好做 那個時候中國大陸沒有什麼力量來挖 第二個我們跟我都外學校裡面 凡是西班牙文班的都能夠外放 差不多五官很多 而且王生正在學校裡面開一個遠鵬班 招訓很多南美洲的軍官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很多講西班牙話的軍官 因為南美洲國家軍方的影響力是比較大的 搞不好他政變 或者他在政權裡面佔很大一個角色 所以兩蔣時代做南美 中南美洲的外交比較容易 現在蔡英文那實在是沒有辦法 一個 中國大陸經濟實體也大 你其他國家都去了 他能不去嗎 所以其他幾個斷交也是遲早的事了 這個我倒是認為大勢所趨 這個我也不覺得會去怪蔡英文 因為中國強起來了 然後我們在那邊的影響力又弱了 美國的干預力也弱了 因為現在中南美洲很多是左派的人 當了總統 那就不大聽你美國人那一套了 所以這次洪杜拉是美國不去斡旋嗎 沒有結果 所以美國的影響力對中南美洲降低 中國的影響力增加 我們的影響力降低 這三個條件看起來 你說我們中南美洲的外交 會有樂觀的可能嗎 的確是可以合在一起看 我覺得主要就是說 自從氣球事件之後 反正是布林肯要去大陸訪問 然後被擱置 之後可以看到 美國釋放出好幾次的訊息說 拜登總統想要跟習近平通話 通電 但到目前為止 其實北京反應都是冷處理 或是已讀不回 現在又提出一個新的倡議說 希望美中之間能夠建構 像冷戰時期 美蘇之間的軍事熱線 這也非常耐人尋味 目前的美中關係 是到了什麼樣的一個地步 但我們可以說 這還滿符合拜登的 他一向的一些理路 就是說美中是高度競爭 單身王防止擦槍走火 不能因為特殊的疫情 尤其像台海能夠 會出現到兵戎相見 這大概可以合理 要設所謂的防護欄 我們可以理解 但後面可以知道的地方是 沒有忽信 而且從北京的角度來看的話 就是說 有點表裡不一 言行不一致 就像剛才所講 既然你一直講說 不尋求新冷戰 不尋求遏制大陸的發展 不尋求去對付大陸 為什麼一個小小的氣球事件 你就可以整個往後 說了這麼多不 為什麼你會在科技的封鎖上 你做了這麼多事情 而且不只是美國自己做 還想要聯合美國 在全世界的盟友 一起去壓制大陸發展 這是北京的一個心理層面 一個很重大的一個疑問 其實北京是有答案的 非常清楚 美國現在要做的是什麼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說 現在真的是驚非昔比 在過去我們可以看到 美中之間好多好多的 制式性的對話 什麼是制式的 就是固定時候 固定時間 美方 中國大陸輪流半 在歐巴馬時期有100多項 是橫跨各式各樣的領域 安全 經貿 人權 科技 等等 氣候變遷 但到了川普執政時期 所謂的四大機制 已經都沒有辦法恢復 包括所謂的聯合參謀首長 一個對話也沒有 想不到到了拜登時期更慘 到目前為止 我們可以說 好像媒體裡面還滿熱鬧 高層不是有對話嗎 一下布林肯 一下王毅 但大家注意一下 這些是非制度性的管道 是臨時有需要而出現的 更慘的地方是 我覺得到拜登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看過這麼久以來 美中雙方的元首 沒有互相到對方 去進行國事訪問 這個訪問從2017年到現在 6年了 沒有 好不容易有G20對不對 印尼 巴黎島 拜登跟習近平的對話 也不過就是如此 但是那是在第三方 是在國際場域 所以回到這個原點 我覺得為什麼北京會冷處理 基本上他認為說 你反反覆覆 你因為一個很小事件 你就推遲這麼重大的一個決定 要訪問大陸 我如果再跟你通電 那又是為了什麼 在集團體之前 其實拜登跟習近平 已經通電5次了 5次之後會一個小小事件 完全往後轉 這可能是北京一個重要的理由 當然這可能跟台海 也跟我們的邦交 整體的形勢是密切相關 我這裡面要特別提一下 華為他宣布說 他14奈米的EDA 已經成功可以自己擁有了 這是一個很可喜可賀的突破 大家也許不懂了什麼叫EDA 他就是說我們在設計 晶片的時候 裡面的電路圖的 布線的一種軟體 叫電子設計自動化軟體 現在這個市場上面 大部分是由美國的心思科技 或者美國的違法電腦 跟德國的西門子這三家 大概佔了全世界八成以上 所以美國認為 他有獨特的壟斷能力 所以下令任何一種EDA軟體 都不可以賣給華為 那就像說你在打文件的時候 如果你不用WAR的話 那個印表機印不出來 所以他是用這種方式 等於說你就沒有辦法 進入製造的過程 所以這個華為竟然能夠自己開發出 14奈米的EDA 這是很了不起 因為現在美國的限制是說 華為什麼樣EDA都不能賣給他 因為他已經能夠設計出 3奈米的軟體晶片 但是其他中國的晶片廠商 3奈米以上的不可以賣給他 換句話是不同的管制的方式 華為如果現在能夠開發14奈米 他距離下一次的10奈米就很近 一步一步就往7奈米 往5奈米走 就可以突破到美國在EDA裡面的 一個制裁 這個速度應該是很快的 因為EDA最怕的就是 沒有一個實驗的機會 華為自己有這種生產能量 所以恭喜他 中美之間的競爭 短期內是不會任何有鬆懈的 孟晚舟只是小菜被抓了季旗而已 但現在他竟然已經脫困了 我們也給他高度的恭喜 但是專利戰爭更開始 其實華為可以更狠一點 他現在還有6G的專利 要嘛拿來換 要嘛就用高價出售 好好的卡住美國跟歐洲 跟台灣的這些廠家 如果太過配合美國的話 就狠狠的卡他一筆 如果沒有配合美國的話 就低低的給你優待 這個華為要採取這種差別待遇 至於我們很清楚一件事情 馬斯克也是個搖擺的商人 他今天要擺向中國 明天擺上美國 或今天討好誰討好 因為他這完全根據他短期利益在做 前段時間他說加密貨幣好得不得了 可以用加密貨幣來買我的電動汽車 隔兩天他自己把它賣光了以後 再說我已經不准你們用加密貨幣 來買我的汽車了 所以這個人講話你信一半就好了 他跟BioGate是完全兩種 不同的企業家的風格 所以他跑到中國要求建立 想我建立中國不用太理會這個人 因為他有求於中國 多於中國 有求於他 他的媽媽當然要好好的接待 因為畢竟是一個 很成功的老太太 至少他生了一個很能幹的兒子 但是整體的中美的關係 會混戰到什麼程度 基本上沒有人知道 但是很顯然的 拜登所希望的投資美國的 這樣的計畫是不會成功的 你看他到現在只辦民主峰會 他有沒有辦什麼投資美國峰會 辦不起來 沒人理他 但中國現在正在北京辦 所謂的 所謂中國高階 這個什麼開發論壇 發展論壇 簡單講就是投資中國 請世界各國你來投資中國 我幫你解決所有的困難 李強的名言 我做你們的店小二 好好為你們服務 這是對的 博華論壇現在正在開 美國最近有沒有開什麼經濟論壇 沒有 有沒有邀請世界各國 來投資 沒有 還拿著槍 強迫台積電 你到美國來設廠 你不來的話 我就派飛彈把你台積電給炸了 公開講的 台積電乖乖去了 本來以為可以拿到很好的補貼 現在不是 不是補貼 我今天錢借給你 你要把利潤要還給我 賺錢到底有賺多少錢利潤 不是你台積電收了算 是我美國商務部幫你計算 你的利潤 我來拿你的錢 這個簡直是台積電 被我們蔡英文政府當養女 推到美國這個火坑裡面 那個勞保就是誰 就是美國商務部長的雷夢多 就是標準的勞保 還要戳這麼高的佣金 還不准什麼 還不准台積電去 包括台灣的廠 可以跟大陸做生意 也不准台積電在大陸的廠擴廠 技術合作也不行 對 做人家養女 青樓女子 受到這麼高的限制 也是難得一見 馬斯克他雖然他是個成功的商人 他除了星鏈以外 他還替美國NASA去打探月火箭 對不對 這也是一個很傳奇的人物 至於他的品德就是蔡委員講的 並不見得是像比爾蓋斯的那種 比較一貫性 現在晶片戰能打得比水深火熱了 我這邊要講一下專利 華為現在找到一個突出點 就是6G的專利 他在全世界5G的基地台 4G的基地台都很多 美國現在還有很多農人還在用他的 他這個播種 絲肥什麼都是他 專利我碰到一個很滑稽的事 有一次我在 在這個紐約那邊機場過境到紐澤西 我一個小學同學 非要拉了我去吃個宵夜 我說你在做什麼 他說我是什麼什麼大學的博士 我說誰給你出錢讀博士 他說微軟 我說那你讀了 他說我發明了很多專利 我看你現在住這個破房子 也不像你有很多專利 應該很有錢 他說你搞清楚 我的專利是專門用來微軟 去壓制對方藏的利器 微軟自己要升級了 他不讓人家跟著升級 我說那微軟付你什麼 你發那麼多專利你得到什麼 他說我退休的勞保 健保基金比較高一點 所以專利很早以前就變 廠家之間的鬥爭的一個手段 現在變成國家級的了 華為既然被你封了 他專利現在六級上他一定可以收到錢 所以這個晶片杖打到現在是簡直是熱火朝天 這個牽涉到國家經濟的發展 這個又牽涉到我們國家的態度 今天台積電被這樣子平白無辜的賣掉 還要查你的帳還要知道你客戶還要知道你的業務激勵還要知道你的利潤還要抽拥 然後最嚴重的是十年之內不可以跟任何中國大陸做生意 三星活不下去了 三星至少他的總統還曉得去跟美國抗議一下 我們往美花做了什麼事我問 台積電逼得今天劉德英出來講 這裡面有很多困難 我沒辦法完全滿足 台灣要拿大筆的經費設一個廠變成四個廠 還要自己做你員工訓練所 把成熟的工程師送到美國去 有這樣子的嗎 有這樣子貼本買賣的嗎 對不對 你簡直是護國神山變成被你賤賣到什麼地步了 所以這個問題 國家雖然小要有點骨氣了 你今天自己的神山你不撐一撐 那台灣將來怎麼辦 今天總之工程師也搬過去了 廠也搬過去了 等到兩岸一開葬 美國替你把台積攤炸掉 這叫什麼話 對不對 所以我講 從這個大國競爭也看出來 各國領袖的人品格調格局 今天這個 我想中南美外交的失敗我不怪蔡英文 這個是大勢所趨 但是民間這個台積電的經濟 你既然把它護為神山 怎麼一點護欄行動都沒有呢 這是很糟糕的 所以我講這個 將來面對這個世界的大變局 習近平講了 現在是百年的大變局 將來台灣何以自處 我覺得兩黨的領袖候選人 都要去想一想 不是在家裡一天到晚念 好好做大事 對 我覺得一切源頭 還是要回到這個晶片法案 去年8月份生效的 拜登政府簽署的國會發動 裡面的確是 他的出發點是要投資美國 而且要把半導體的製造 拉回美國去 所以當時不管是台積電 或是三星或是海力士 大家都一樣 美其民是說我在做全球戰略佈局 或是我最大的客戶的需要 但後面其實在響應的過程當中 都是在考量美國的政治壓力 其實這非常清楚 但想不到現在 這530億美金的補貼優惠 這個晶片方案的 我覺得有點看得到吃不著 真的 真的是比較麻煩 因為它裡面設出 很多新的一些限制 除了在大陸運作之外受限 還包括假設你有超額利潤的話 還要分給美國 更慘的地方是你的一些 營運的機密 報表還要給美國 要公開給他 讓他來做評判 基本上是非常失去自主權 我也非常同意剛才將軍所講 其實面對這樣困境的 不是只有我們 韓國也是 三星電子 海力士 韓國總統 現在總統隱錫悅他夠清美的 他非常清美 外交政策非常保守 非常主張美韓的鴻蒙跟緊密 但他在昨天前天還是在首爾 見了美國貿易代表 就在講這個事情 希望能夠有一些多的一些空間 讓韓國的企業 能夠更好地生存下去 而且4月底 這個隱錫悅會帶隊 帶一堆韓國的官員 還有一些商業界的這些大佬們 也包括三星跟海力士的大老闆 去美國開會 開高峰會 也會當場會跟美國官員 包括拜登在內 也要為他試圖能夠 爭取最大的利益 台積電算是一個國際的公司 但是他對台灣利益太大了 還有我們的情感 但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政府有任何一個 比較積極的一些 在後面的運作嗎 幫台灣的利益來說發聲嗎 我就比較看不懂 是太過於老神在在 覺得說沒問題 還是說你真的是 談都沒有談就送出去了 對比很多事情 美國 我們政府的動作其實很快 包括在前一陣子 好一段日子以來 當在推廣所謂的以美論 這樣氛圍的時候 它是光速處理 沒錯 在貼標籤或是在戴帽子的時候是 但是這個其實是實質的利益 而且我們都講說 台北關係這麼的友好 政府是不是應該有一些 更積極的角度 至少在幫台灣利益 能夠做更大的發聲 這是關鍵 英文打錯了 稅務行動 Operation Sandman 它是現在美國電視網上的 一個電視劇 但是並沒有什麼有一個行動 叫做Operation Sandman 沒有這回事 他只是把電視劇拿來扣在這個問題 今天為什麼大家會賣美債 它不是一個集體行動 是這樣紛紛擾擾 日本 有日本的原因 大陸 大陸的理由 歐洲 歐洲的想法 中東更不用提 小心思更多 理由很簡單 因為你美國做錯了一件事情 本來美元是一個全世界公認 非常好使用的工具 但是你拜登政府跟川普 把美元當作武器在使用 你當作武器在使用 我為什麼要用你的武器 第一個 你Visa Mastercard 可以受你控制 你的Swift可以受你控制 你銀行存款隊 可以被封閉 可以被凍結 請問你 你已經變成一種武器了 而且隨時可以拿來砍我 那我幹嘛要用你 當然要拋 至於大陸 他已經把一兆的美國聯邦政府公債 降到8500億 但是我個人不認同 不認同 因為第一個金額太小 第二個他賣了2000多億的 聯邦政府公債 又跑回去買美國的機構企業的債 你在搞什麼名堂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你到底在幹嘛 看不懂 尤其跟美國一下子無法割捨是不是 這個無法理解 再來我們談一下 剛才我們提的美國財政部一般賬戶 打錯了 是TGA 不是TAG TREGERY GENERAL ACON 就是美國財政部手上的現金賬戶 在2020年的時候 他是現在 現在只有剩下多少 剩下1630億 大概1629億 這樣講沒有錯 可是在2020年的時候 他曾經高達5000億 那時候拿了很多錢 準備發什麼新冠疫情的 一些補貼的款 拿了很多 現在已經快到谷底了 只要掉下1000億以下的話 美國的財政部就要拉警報 美國很多機構就拿不到錢 所以美國聯邦政府說不定 要關門 休息 春假 就是一個很狼狽 戰爭會死的股市因此大跌 會死了很多美國的政府公債 已經到期要領利息的 要領本金領不到 所以葉倫為什麼這麼緊張 葉倫也看著 口袋裡面的現金越來越少 急著去要準備要發行新的債券 可是你現在美國 已經欠了31.4兆到上限了 你說提高到51兆 今年只要提高2兆多就很困難 還講到提高到51兆 我覺得美國的這些 終於也是腦筋有的問題 你提高多少我們沒有意見 但是你要注意到 你如果是GDP 現在已經到GDP的125% 已經高於美國的GDP 如果你提高到一定的 兩倍的GDP的話 人家就會想說你美國準備倒了 還有人敢持有你美國的 政府公債 還有人敢用美元來支付嗎 你再印鈔票的話 對啊 因為鈔票印越多就越不值錢 現在就是美國政府公債是 六成在美國國內賣 四成在海外賣 現在海外四成能不能賣得到 是一個問題 你要叫日本硬吞下去嗎 我發現日本有點難 你要叫美國現在還能夠賣 60%的公債 你看矽谷銀行就很慘 大家你看我 我看你 教授你先買吧 我後面買吧 所以推來推去 對美國的財政是一個危機 所以美國的印太沙皇 Campbell講得很好 美國高估自己 你什麼事情都要做 什麼事情都要插一手 但是你已經沒有財政力量 可以撐美國亂花錢 講得很好聽 8500億的國防預算 錢從哪裡來 多少的基礎建設預算 兩兆基礎建設預算 現在還扛不到錢 動不動之後 我全世界要補貼什麼 基礎建設6000億美金 錢在哪裡 然後又到非洲去 又要給幾百億 錢在哪裡 借來的 跟誰借 跟大陸借 大陸借 乾脆我自己花就好 為什麼借給你 所以這個問題是相當複雜 美國把自己陷在一個 很嚴重的困境裡面 而無法掙脫 當然 因為現在美國自己 經濟的困境越來越明顯 每個地方都要錢 你像他軍事國防預算8000多億 8000多億還不能夠解決 美軍現在建軍的速度 但是8000多億的效率 比不上中國大陸搞軍工產業 因為工資也貴 工會也有問題 工廠也沒有擴建 生產線也沒有恢復 大筆錢填下去 做出來的CP值不見得 趕得上中國大陸建軍的速度 這是一個 第二個大家都知道 美國的基礎建設很差 拜登選的時候講了這個 講了那個 沒看到一毛錢下來 他的那個量又很大 對不對 第三個 自己搞全世界的經濟制裁 搞了自己通貨膨脹 然後造成很多科技業的失業 這個中產階級大量的縮小 這個不是好現象 中產階級是支撐國家 一個重要的資助 不是像美國錢都集中在少數的寡頭手上 那些寡頭一天可以進個幾百萬美金 那他已經錢對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對不對 但是他的基層老百姓很苦 他們收入 我走過他比較幾個貧窮的州 看他真是叫Hobeless 坐了家走廊上 雕根煙沒金打財的 年輕的小孩都跑到大都市去了 所以這個東西 他的貧富差距太大 也造成他現在內部政治又不穩 民主黨 共和黨的惡鬥 到下一任選舉沒有停止了 我覺得美元跟美債 這些議題都是很多是連動的 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個就是剛才所提到 這個大陸一直在減持美債 因為他的高峰大概在10年前 大概1.3兆美金 現在已經減持到大概8600多億 日本是第一位 大概1.1兆這麼多 但是大陸後面的動機當然很多 有可能是誘化他手邊的一些 資產的配置 但是其實是跟美債的一些風險相關 包括說這個債務危機 也包括說這個 在俄烏戰爭之後可以看到 西方國家在去對付他 所以這個美元的資產其實不安全 所以這些都是他一個重大原因 殺手劍 殺手劍 對 的確是如此 所以金磚有機會找到 金磚當然有 而且不只金磚 我們看現在每個